這次我們會介紹葡萄的畫法 葡萄叫做綠筆葉 用大筆畫成綠筆 兩筆左、兩筆右、兩筆中間 這筆是中國畫的概括 有些是三筆葉的 有些是一筆兩筆 這幾筆最主要的目的是 用中國畫的毛筆的方法 去表現自然的書頁 中國畫的毛筆,例如唐 它就像寫書法一樣 將它誇張,不是描得很真實 而是將它提升到書法 毛筆的效果、美感 畫的時候,我們將整張畫面 將它擺好的位置 有粗又淡的唐和互相穿插 於是如綠筆做筆 這些唐是有變化的 我們有些粗微的唐和有些很嫩的唐 在尾桿的時候,要畫葉橫中間的線條 在線條時,要持到葉橫的方向 用寫意的方法,不用畫到太別真 要再畫到葉橫 這種菩提子的葉,我們稱為六筆葉 六筆畫出來的葉 絲瓜、葫蘆,都是接近這樣的葉 大洞四面畫得差不多 這些是唐生的政策 然後,我們看看葉和唐,畫得好嗎? 如果畫得好,就開始畫葡萊子 葡萊子一筆染兩色,前面有紫紅 後面有一點藍的紅 慢慢把它繞一圈 前面的菩提子,要畫出高光點 要留一點高光點 我們畫了一組前面的菩提子之後 然後畫臘癖側邊的菩提子 一抄一抄 千萬不要畫得好似排隊,很自然地畫 這個菩提子的菩提子 還有一些... 這個叫做... 呃... 這個定的菩提子,有些定的菩提子 慢慢把它用淺綠色畫 畫了第一組合之後 再加曬字的地方 就是畫那癖的菩提子 那癖的菩提子比較深色 顯得它的立體減,有深有淺 我們畫了其中一組的前面的菩提子 然後可以打乾一點 然後再畫另一組 另外一組的第一筆 高光點收到比較大 到了第二筆,我們輕輕地把高光點 擦乾淨一點 用清水擦乾淨一點 在後圖 我們先加主角的太子 先加主角的太子 接著加完之後 要補回那癖的地方 例如有些地方要密 有些地方要通洞 要疏 有疏有密 很自然的組合 沒有像排隊一樣 一、二、三、四 排到齊齊整整 就不對了 有疏有密 有些通洞 有些密 我們畫完第一筆的菩提子之後 前面的淺色 然後畫那癖的菩提子 加深一點 深的玫瑰紅 調一點點紫色 將它加深一點 畫這個之前 已經畫了一點點定 這些定要慢慢用淺綠色畫 等它乾淨之後 再畫後面的菩提子 後面的菩提子 有些地方是沒有高光位的 畫的時候 雖然沒有高光位 但是也要注意它的立體感 還有要注意它的整體的立體感 整個抽號來紙都有立體感 最後稍微修改一點就完成了 接著可以再畫一些字 再畫一個圖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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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